嗨 欢迎来到Gins Camera Live 那这一期视频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我应该是蛮轻松的一个感觉 那因为最近的话工作是比较忙的 然后但是有很多的测评需要做 那这一期的话呢我们收到了很多的麦克风的产品 那我会一一的为大家做一个区别和比较的这样的视频 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一个麦克风呢 其实它是之前我的一期视频有做过那个蓝万科 那个LaVocal这个牌子的补光灯 那他们同时也出了麦克风的产品 那性价比同样也是非常高 那他们也让我做一个测试 那现在的话是这款 蓝万科 但是我的这个测试板上它写的是E6 但实际上如果大家需要购买的话 它实际上是B5这个型号 AB的B12345的5是这个型号 那我们在具体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把这个签到打在弹幕上 我们马上开始 那首先需要跟大家说明的一点 就是之前跟大家说做的这个活动 就是送礼物这个活动 那之前我已经把三位就是幸运的粉丝 他们的这个产品已经弃给他们了 就是之前蓝万科的补光灯 那这一次的话会有两位再选两位我的粉丝出来 把这个话筒也送给他们 那如果我选中了你的话 我会联系你 然后把这个话筒寄到你家 那是这样的 这个麦克风呢 它是针对手机设计的 那不管你是安卓用户还是苹果用户 你都可以用来使用 那它的这个盒子里面的话呢 它是有这样一个小盒子收纳盒的 但很好的一点 就是这个盒子你打开之后 它的发射端和这个接收端 是已经在充电的一个状态 那所以的话是非常方便携带的 那你平时充电的话 也只是需要充这个盒子就可以了 那跟大家说明的是这个充电盒 它非常厉害 那充满之后的话呢 实际上每一次你的麦克风 单独拿出来都可以用四个小时 那四个小时之后的话 你可以放进去继续充 那充的话这个盒子可以每次 就是总共可以给你的麦克风 来回循环十次充电 也就是说你只要用这个盒子 充一次电之后 它可以满足你40个小时的一个拍摄需求 那现在来讲的话 大家其实我看不管是抖音也好 还有很多的平台 那因为手机设备的拍摄效果越来越好了 那也比较方便携带 所以大家会很多时候会用手机开始去拍视频 那这个时候我也发现 就是这个音质确实是不太好 如果你用手机直接录制的话 那现在的话我们就把这个 现在你听到的这个声音 可以是我的iPhone 13 Pro Max录出来的直出的声音 其实还OK 就是它的麦克风 但是我们现在换上这个蓝万科的B5 这款手机麦克风 我们来录制接下来的节目 好的 那现在大家听到的就是我使用这个蓝万科 La Vocal B5这个麦克风录制的声音 它比较好的话 它是上面 其实你不用再去加这个防风罩的话 它是已经在上面的 那所以你可以这样手拿着 或者是你夹在领口也可以 值得一提的是 它里面配了这样一个监听 比如说我发现很不好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平时在使用一些无线麦克风的时候 它不支持监听 有时候你会比较郁闷的点 是你录完之后发现回去听录好的声音不够好 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 你只有重录 那如果是有监听的情况的话 就会避免到这样的问题 你可以当时就知道你的这个声音录下来效果是不是好的 好的 那我现在是已经带上了监听了 哇哦 就是我现在说的这个声音效果 和你现在在屏幕面前听到的声音是一模一样的 我自己也可以听得见 也就是说如果在做一些直播类的朋友 或者你在享用手机唱歌啊 那些KTV啊什么的 你都可以直接听见你当前的效果 然后比如说你在唱歌的过程中你可以感受一下就是你自己的声音怎么样 就是很多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些歌手他们在台上唱歌的时候会有个耳反啊 就是一个原理 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麦克风它的声道是360度立体声的这样环绕的一个收音啊 那会比单纯的左右声道的麦克风来的有立体感 另外就是麦克风它自带了这个降噪的这个设置啊 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在室外或者是室内 比如说室内如果是一个比较空旷的环境 大家可能才会听到一些这种回音的环境音在里面啊 那对于这款麦克风它带有这个智能降噪的这样一个系统的话 实际上它录出来的话已经过滤掉这些声音了 以及你在户外啊如果有车来车往的情况 它也可以避免掉大部分的这些噪音 它的传输距离大概是50米啊 那实际上我们可以到户外去测一下 看看比如说我走差不多100米 因为我们家门口的话都是比较空旷的嘛 没有什么遮导率 那我们可以实际上到100米左右来看看它的这个传输距离 那我们先来出去看 嗨那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LaVocal的E6这个麦克风在为大家录制 那现在这个麦克风的接收端是连接在手机上的啊 那我现在就用的发射端 那我们现在往后走看它的这个传输距离怎么样 然后到一定的位置的话我会持续的说话 然后大家看会不会有断讯的情况啊 那我现在开始 那我继续往后走还会持续的跟大家说话 今天看起来雪很多 但其实没有很冷啊 这个麦克风其实我自己在室内录的时候有感受一下 就是其实它的这个声音效果是非常好的 那我们现在只是想感受一下它的传输距离的问题啊 大家应该还是能持续的听见我说话的声音 好的我们到这样一个位置 那大家感觉怎么样呢 那我现在走回来 主要是感受一下它的这个通讯的情况啊 就是有没有断讯啊 或会有什么杂音出现呢 这个是无线麦克风测试中比较重要的一个东西啊 那其实音质的话也很重要 但是毕竟无线麦克风永远在室外的情况下 会这个讯号的情况是比较重要的 那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那现在这个户外测试我们就到这边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实际上还不错 对吧 那这边的话我和蓝万科的厂家有联系过 我说就是你们这个麦克风 你们自己感觉就在我测试之前 你们觉得如果和罗德的Wireless Go来相比的话 效果会怎么样 他们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如果你要用罗德的Wireless Go来做一个比较的话 实际上他们也是非常有信心的 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换上罗德的Wireless Go 然后Wireless Go 2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到底怎么样 好的 那大家现在听到的是这个罗德的Wireless Go 2 这款麦克风我相信大家已经见得非常多了 不管是一些UP主或者是抖音的一些博主 他们都会看到领口会别着这样一个小机器 那大家感觉现在和刚才的这个Lavoco的B5 这款麦克风实际对比下来效果怎么样呢 那实际上我是觉得Lavoco的这个B5 这款麦克风真的是很惊艳 就是它的效果实际上是可以和这个罗德的Wireless Go 2 做一个比较的 也是可以抗衡的 而这边值得一提的是它的价格是400块钱 那大家知道罗德的Wireless Go的话 它是在2500块左右的 那当然如果你比如说罗德的Wireless Go的话 它是一托二的设计 就是一个接收端可以有两个发射端 那当然这个Lavoco 蓝万科的这款这个B5麦克风也有这样的设计 实际上的话它的价钱的话也就在500左右 那这样的一个性价比大家是可以去参考一下的 因为我做了这样一个对比了 还有一点要跟大家说的是 就是它盒子里面有配这样一个东西 它有一个转接头 所以就不管你购买的是用的是苹果手机还是安卓手机 实际上你都可以用这个转换头去做到一个实现 所以它不挑设备 那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那希望这些视频会给到大家一些就是概念 就是对于如果你是用手机或者是再有可能是运动相机了 这一系列的小型设备在拍摄视频或者是Vlog的时候 你的收音可以选择什么样的设备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那我相信Lavoco蓝万科的这个B5是你可以值得考虑的一款产品 那同样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这期节目之后我会选择两位我的粉丝 我会把这个Lavoco蓝万科的这个B5的这个麦克风送到你家 那就希望大家踊跃的参与进来就是一键三连 还有关注我的频道 那我是静 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